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复习5G的范例仪 这是一个小钢球3公斤在水平桌面上 而不考虑摩擦力 以一条细绳把它绑住 细绳跨过桌子中央有一个小洞 与质量大M15公斤的砝码去连接 今天让小钢球在桌面上做 半径R等于50公分的等数圆周运动 而且砝码不升也不降 如有图所示 那忽略所有阻力及细绳的质量 那下列叙述哪些正确 首先我们应该已经要有一个概念了 那就是圆周运动一定是需要向心力的 那等数圆周运动它的向心力 等数圆周运动它的合力其实就是指向圆形 就是向心力 而今天这个小M所需的向心力呢 其实要从哪里来呢 要看它的哪个力量帮助它指向圆形 哪个力量让它不会飞出去 那就是绳子 绳子今天提供了小M所需要的向心力 好所以第一个向心力就是FC 那绳章力就是大T 那再还有第二个条件就是它所挂的这个码码大M 它竟然是没有往下掉的 它本来是15公斤它比3公斤还要重它应该是要往下掉但是却没有 那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力量撑住它 撑住它的力要跟这个15公斤的重量一样 那今天这个力其实就是张力 因为整条绳子整条绳子绷紧的力都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是由这个张力来平衡 由T撑住MG 所以第二个条件是大T其实就等于大MG 那综合这两个呢 你就可以知道FC其实就等于MG 对不对 那大M是15公斤 那G是10 所以乘起来我们的向心力其实是150 所以A选项 前面这句话 小球做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 由绳子的张力提供 这是对的 可是量值是30吗 量值是30吗 不是 应该是150才对 所以A是错的 再来B 向心加速度的量值 那今天呢 向心力其实就是造成向心加速度的力 就有点像是合力造成的加速度 我们前面再介绍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就是说合力造成加速度 只是今天的加速度是向着圆心 那它的力就叫向心力 所以我们要求向心加速度 其实只要把向心力去除上小M就可以了 也就是150 牛顿去除以小M是3公斤 所以结果是50 所以B选项是对的 再来C选项 C选项就需要用到我们前一个影片所介绍的向心力公式 C的话它是要求角速度 Omega 那我们这里直接使用向心加速度有一个形式 是Omega平方R 这怎么来的呢 就请你去看之前前一则或前前则影片 好那我们直接把数字带入 从B选项得到向心加速度是50 然后Omega是我们要求的 R其实是50公分0.5公尺 所以Omega其实就是10 你记得它的单位是弧度RAD 除以秒 所以C选项是错的 再来租 速率呢 速率的话也是可以用Omega来求 V等于OmegaR 这也是之前的影片有介绍的 好那么 我们就把C选项得到的Omega10带入 R是0.5公尺 所以乘起来是5 单位是每秒几公尺 所以租也是错的 再来一 周期 周期的话简单 因为Omega知道了 角速度知道了就知道周期 因为角速度就是转多快 那你转越快 绕一圈的时间也就是周期 就会越小 或者说你转得很慢的话 周期就会很长 所以其实你知道 角速度就同时知道了周期 结果是2π除上我们刚刚得到的OmegaR是10 所以结果是5分之π 没错 单位是秒 所以E是对的 好这就是这一题的解法 对的解法 对的解法